日本三一大地當海鮮 已經要半兩年了 有三十餘的日本中建區的大學生 這幾天是來到我們臺灣 要登規感恩紀錄 在那後要向很多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 說到什麼 他也要去爸爸豐宰 還要求求他的中建區 去那拜訪 說要來吸收 我們臺灣的中建經驗 有誠意 交拜 交拜 日本大學生用很餓的 臺灣作為到哪裡的英國 家的媽媽幫我大頭問問好 我們在將近兩千人在那裡 永久住基地是 臺灣爸爸豐宰中建的生個子 三十幾名來自三億 日本大人在庫的大學生 主動報名來臺灣 希望了解這邊的中建經驗 對處 公共設施夠好 永久住基地 延遞設施多轉 又有美麗的風景 基本大學生參觀後 我一定要將看到的 內容和感想 再回去做成報告 分享好各地在座學家裡的 親家朋友 因為畢業後還是要加業中建的考慮 現在日本大學生在了八百財庫 九港的餐廳也會夠給他 他的中建庫參訪 永久還要感謝 同學西拜協助 日本財庫的 電庫建庫和民間團體 希望走這段 可以讓他們自己 出入參與中建 加工的各式的點位 即使我們感謝 空建組 並動不得